我是觉得我们不能任性 我们该做生意就是做生意 生气归生气 事情归事情 对不对 喂 你们不离我 我是在我在直播间开着对着你的呢 你忘记我们做什么事情了吗 你不忘记我们是要卖商货的吗 我们是要卖商货 我们是要卖腊肉的吗 那你怎么可能跟我生气一下 你就不卖了吧 不卖了 现在是不对的 好我不说 我就那直播间家的门说 直播间家的门 你们帮我 我圈圈爱好不好 不玩手机吗 你还不走吗 你走不走 不生气吗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你不走 我就走 我走了 对呀 生意要做的 大家把药做好不好 大家把药做打在公平线 好不好 谢谢大家 大家把药做打在公平线 好不好 大家把药做打在公平线 然后 你们帮我劝一下 我给大家做一波小小的福利 好不好 然后那就去卖货好不好 就去卖货 然后我就走 好吧 你去卖一货 我去 我走了 好不好 你不要因为我在这边 影响你 讲了半天 影响你卖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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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间的叫门 你看他们都在打药做 你看 他们都在打药做 你看 大家把药做打在公平线 好不好 我给大家做一波福利 然后我就走 我不影响你 好不好 你把手机拿的 你把手机拿的 我没生气 我是真的没生气 不是假的没生气 是真的没生气 只是天天 走的信息也不回 就会那个 我干嘛生气 真的没生气 生意还是要做的 真的没生气 也没有吃醋 走了吗 你把手机给我一下吧 那我跟大家讲几句话 我就先走了 然后你去卖货 我们前几年收的 不是都还没卖完吗 不是收了很多吗 是不是 待会大家帮我跟阿尔说一下吧 我觉得我在这边太久了 我觉得我在这边 可能他不开心 我就走了 我待会就走吧 他住在那边 反正我也觉得 我来这边 我知道我是我不好 真的我知道是我不好 可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的 我觉得我该说的话 我都说了 我觉得我该说的话也都说了 真的 我也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但是他应该 应该我走了 他就会 应该我走了 他就会开心吧 然后 然后他应该 然后我就拿去卖货 然后他应该就会忘了 忘了跟我生气这个事情吧 我不是要走 走去附近 走去哪里 我只是我先离开一会儿 我先去宿舍了 我先去做我自己该做的事了 然后拿了自己去卖货 还有刚才说的 就是前两天 我跟阿尔嘛 然后我们去收了很多货 给大家做一波福利 那我就走了 然后 那阿尔自己去卖吧 不在一个频道沟通有困难 不管沟通有困难还是什么 我就算我现在我要走 我也是不想 不想在这边 我在这边的话 阿尔老师呢 他生气 所以我不想在这边 我其实 哎呀实际上不要走 福利不要上 其实你们就是不要理解错了 真的 这个300500100200的对我来说 我是觉得真的没什么 真的没没多少钱 你们可能不理解 可能不理解我 真的我现在 我的公司可以说 我现在不需要去的 我每个月都能分到几万块钱 但是我想在这边 我先把它弄好 我想帮助他 其实 其实你们没有去别的直播间看过 他们就在那边 哎呀说白了就是演戏嘛 说白了就是忽悠 忽悠嘛 忽悠大家 然后憋着 就说什么 哎不知道怎么跟大家说 反正他们很专业的嘛 都卖很专业 他们一天可以卖几百单 几千单的 那你一单 比如说做个100块钱的福利 你这100单就1万块钱了 是吧 1万块钱也没什么 1万块钱也没什么 而且阿尔这边 我每次给他做福利的时候 你们在公屏上看到 30单50单呢 其实根本就没有 知道吗 很多人根本就没有付款了 所以其实真正我给阿尔做这些什么 做福利 其实阿尔也卖不了多少钱了 我给 因为如果我不做福利的话 我不做福利的话 我知道大家都在支持阿尔 但是如果我不给阿尔做福利的话 那么他每一次卖的话 就卖个十几单 二十几单 能赚多少钱 他一单就赚个三五块钱 有的时候 有的甚至还没赚钱 有的时候赚一两块钱 你想一下嘛 就赚两块钱 就赚两块钱 他一天卖个50单 才赚一百块钱 你大家觉得够吗 根本不够的 而且阿尔连50单都卖不了 真的 阿尔真的连50单都卖不了的 你自己看一下 等一下等阿尔卖的时候 你们看一下阿尔是不是 一天连50单都 阿尔真的一天连 合起来一天连50单都卖不了的 现在 知道吧 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的直播太真实了 没有剧本 知道吧 但是没有剧本没有关系 没有剧本 那么我们就愿真正的福利给大家 以后 现在我们是在做福利 对不对 那么以后 我们会在供应链上 在产品本身上 去做 做优化 然后我们的产品比别人优势 慢慢慢慢的 我们就可以做起来 一定要做福利的 你们是 我知道大家是为我好 但是为什么一定要做福利 你不管在 不管是谁 你就是开超市 我们那边超市 我们每一周 也都有做活动的 我爸也有超市 我爸也有开超市 他们超市你知道吗 他们猪肉拿去卖 一天三两千头猪 一天三两千头猪 他们去卖的时候 真的全部都是亏本在卖的 但是他猪肉亏本了 他其他东西赚了 知道吧 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要把成交量做上去 我们做福利是为什么 是为了成交量 你知道吧 是把成交金额做上去 成交量跟成交金额做上去 知道吧 所以福利是要做的 特别是刚起号的时候 而且阿尔斯不会做 不会卖 我把前一天收的 前一天收的 昨天晚上我给大家做的 超市的猪肉不亏本 每个超市是不一样做法的 知道吧 我在直播间给大家做一波 叫什么 做一波 给大家做一波 赞学生的福利 我刚刚给大家上架的 阿尔会做的 我待会我就说 我待会我走了 我待会我走了 他会下单吗 大家会下单吗 没有做福利 大家会下单吗 我知道在公平打 会下单的人 他会下 但是公平现在有900人 对吧 我们在直播间有900个人 其实真正会下单的 可能还不到 不说90人 可能连9个人都没有 说真的 待会我看一下 如果阿尔卖的动 那么明天我们就会 不做福利 或者说我们 三天再做一次 不要天天做也行 我就跟大家说 就做一波福利 先做一波福利 把数据做下来 然后那二就去做 当然那二就去卖 看看他能不能卖的动 真不会下单 你也别发福利 那是你 对吧 一个礼拜做一次 就得了 其实这不是固定做 不是固定做 这东西是因为流量 不行的时候 只不过没人的时候 你要做一下 把电商的流量做起来 知道吗 对啊 有需要的才去下单 没有需要的不要下 没需要的不要下单 没有去 真的有需要的 但是可以这么说 我们基本上拿来做福利的 主要是我们拿来做福利的产品 基本上都是大家需要的 我现在要上前两天 我们卖的 前两天我们收的很多 然后昨天晚上 昨天的话 我们是给大家做了贝母的福利 然后今天是给大家做一波雪深的福利 大家有没有人需要的 黄旗 黄旗也是有的 还有直播间一直能一直都能说做贴妈的福利 贴妈是因为太少了 太少了 等我多了以后 多了以后给大家做一波福利 大家就不要在直播间带你救了 真的有一些真的是为了安乐好的 谢谢大家 那有一些就是带你救的真的是没有意义 没有意思 给大家上上那个雪深吧 我也不会卖 说实话 我我只知道大家自己买回去吃 买回去吃试一下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好的 有缘的 那大家大家再买 没有的 大家就没需要 大家就不要下单 给那些有需要的人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学生这个是这个是战学生这是战学生哈 生长在就是海拔5000米5000米的地方 那我们平时收的话我们就不说一斤多少钱 我们收到我们成本成本一斤是120 成本一斤一斤120我们是成本半斤是100和半斤100 我们半斤一单 半斤一单的话我们都是半斤半斤上的半斤是129 我们一直都是卖129 但是我们做福利的话 我们做福利的连接是这样子 做福利的连接是129一单 那么你拍一我给你发拍一送一等于说你收到的是两单哈 收收到的是两份那一共是一斤哈 大家看一下有没有需要有需要的话 有需要的话就给大家就是讲解一下 我跟大家说有没有人需要战学生呢 有需要的话大家在在直播间扣个一 办案了这个这个数据 如果大家不需要没有人扣一 那么我就不散了啊我不散了 我就给大家自己去播啊 这学生是真的很好 为什么啊 因为学生这个东西没有谁是不需要的 可以这么不管是男女脑上他他都能吃的 家里没有就家里还有的啊 还有的大家就可以不用去拍 有需要的去拍啊 没有卖没有没有没有拍过的 或者说没有拍过的 或者说大家觉得能吃的完了 大家这拍吃不完就不要拍了啊 今天在这边是拍一发二 大家收到的是两份哈 一份是半斤哈 半斤我们是买129 那么你现在拍 你现在拍的话哈 就说你可以就花一份的钱 你可以买到两份的货 我数三二一 大家如果扣一一 我就给大家讲解 没有的话我就把 我就把这个车直接下来 我那二自己去去播啊 这个占学生吃了什么愿哈 占学生就是像我自己身体不好啊 我身体不好 我那学生被我晒得太干了还能愿吗 可以的啊 学生不怕晒干 没有关系的啊 我跟大家说啊 就是我自己身体不好 我从小身体不好啊 身体不好 然后我经常就上楼 或者上山的时候 爬山的时候 我一直会一起气闯吁吁 因为我我这里是 你们是镜像的啊 这里是我的